其實我會鼓勵他們去做肩血 他們他都一直說好好 但是都沒有去實行 很多事情就是勉強不得了 還是基本上我還是尊重小孩 他們都是會用軟的方式 來告訴對方 所以孫子在跟阿嬤講的時候 阿嬤很生氣的時候 可是他還是跟鄰居表現得說 這是我孫子 他做了一件很讓我驕傲的事